金正恩是朝鲜的最高领导人 他的领导下 朝鲜经济得以腾飞 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然而 由于政治原因 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够了解到 金正恩为朝鲜所做的秘密功绩 一 金正恩在朝鲜经济上的贡献 金正恩上任后 全面推行军民合一战略 重视发展民生经济 他大力发展朝鲜经济 采取了一系列创新的措施 如引进外资 改善企业经营环境 培育新兴产业等 这些措施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朝鲜经济大幅度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二 金正恩对朝鲜人民生活的改善 金正恩十分重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他大力推行了一系列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 他实行了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政策 让人民享受到了高质量的医疗和教育服务 他也大力推进住房改善计划 让人民居住的环境变得更加美好 此外 他还大力发展旅游业 为人民提供更多的休闲和娱乐选择 金正恩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他在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 采取了一系列创新的政策 如政府引导 民营发展 产学研 相结合等 这些政策在实践中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 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示 总之 金正恩为朝鲜经济的腾飞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虽然他在国际上备受争议 但他在朝鲜国内的政绩 却是不容忽视的 希望他的成功经验 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和启示